妈 咱到哪儿了 让我看一下 没收到啊 不是三单元 是一单元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蝎黄包啊 快递送错了 不是隔壁那个女邻居吗 我去要回来 你又回来了 就又回来了 怎么要回来的 不过就是被他给煮熟了 熟了也没关系 反正我们也要蒸 只不过 只不过好像是个四肢 没事 能要回来就已经很好了 终于可以开始蒸我的蟹黄汤包了 每次儿子和他爸吃螃蟹 都只啃个黄 其实不就是懒得疤嘛 所以做成蟹黄包 那一口下去全是蟹黄蟹肉 那肯定超满足了呀 哎呀 不知不觉 扒了一整天 终于搞完了 满满一大盆 现在先把蟹黄炒出蟹油 炒这个就用橄榄油 再把蟹肉放进去翻炒 往往最美味的食材 又用最简单的调味 一点点盐即可 这个季节的蟹黄啊 还真是满 炒好的一会儿来搞面 扔给和面鸡再生事不过了 汤包最需要的还有这个 提前熬好的猪皮丼 混合肉馅先调个味儿 肉馅的搅拌一定是顺一个方向 再把炒好的蟹肉 混合进去继续搅拌 搅拌好的下 看着就已经很馋了 接下来就是包 作为一个北方人 突然对汤包的褶 有点无从下手 哎呀 不管了 虽然捏着看吧 但是好像有点丑 没事 再来 这一次我找过技巧了 大拇指压着馅捏 吃吃好多了 所以老话说熟能生巧 那是有道理的 外面八十八一个的大汤包 我包了八个 还把各种规格都安排上了 这样才不枉费我八颗 一天的辛苦 我也学着像饭店这样 独立聋征 没想到还真是可以熟的 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 蟹黄包的流汤了 每次看到这个画面 都超治愈 这一口下去就爆的汤汁 太满足了 今天我可是蟹黄包大火 哇 这么大一个汤包 这许晓风吃的才过瘾 你去喊朋友跟我一起吃 别喊了 我来 俗话说远亲不如心灵 这么多你们也吃不完 我帮你们解决呗 就不劳你费心了 你这孩子 昨天你干嘛用这种巧妇骗我 阿姨 你看 牛儿不嫌弃 坐着一起吃 什么 哎呦 你没家可真够买菜的 自由着吃吧 你小子把卖片里的大火力 都挑吃完了 这剩下的给谁吃 你还给我 我一天吃一粒 有生之年 我一定吃完 你给我 鲸鱼粮食 不停浪费 懂不懂 我有办法让你吃 想在我面前浪费 那怎么可能呢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小子吃掉 黄油提前身份软化 鸡蛋起四个 马鼠包这小子不知道有多爱吃 今天我就用它剩的燕麦 替换掉黑芝麻 马鼠包之所以这么受欢迎 不单单是Q弹的口感 那制作也是简单到 有手就能做 软化好的黄油 揉到面团里就不粘手了 再像洗衣服一样搓揉几分钟 这柴鸡蛋做出来的颜色 还真鲜艳 再揪成30克一克的剂子 为了避免大小不一 还是称重靠谱 再丢到燕麦里 滚一滚 这还有半袋的粉色的 也是背着小子 把大火力挑成完了剩下的 揉好放烤盘里 入烤箱之前 得先喷个水 这样后面裂开的花纹 才会均匀 打开烤箱的热分模式 上色更均匀 貌似麻鼠膨胀的时候 顶掉了一些燕麦 好在是成品看着还不错 脆脆的外壳 Q弹的内壤 不愧是人人都爱的人气包 关键是我这燕麦也有救了 这一盘子 恐怕都不够这小子吃的 燕麦麻鼠包 妈 真有你的 你干嘛 准备看怎么回事 这不怪我 你看 你的GC弄就丢掉了 他想吃呢 跟我玩心眼是吧 吃 不许浪费 好了 包 妈你让我买的海鲜 买回来了 哦 你这么点钱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 哎呀 还没人玩呢 还剩了这么多 啊 我写作业去吧 你多做点好吃的 我这些要补补 这小子买东西可以啊 还挺新鲜的呢 这20块钱 其实买了这么一大堆小海鲜 这些都够我做一桶子菜了 给这些被一颗土个沙子先 这小子买的还是活鲜 所以拧掉头 小鲜就出来了 最近花甲 酿虾滑好火呢 儿子六年纪了 学习肯定辛苦 我里面给他放点胡萝卜 笨给我挑出来吧 那这道菜给他补补 他肯定超爱吃啊 虾滑调个味儿 顺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吐完沙子的贝壳清洗干净 一部分啊 得先焯个水 冷水下锅 葱姜料酒 水开捞出来 再把肉馅塞到花甲里 再摆到铺好配菜的盘子里 儿子不吃辣 还是用青红椒来点缀 第二部分的花甲 就来个锡纸烤吧 毕竟海蟹小烧烤 是YYD S 用粉丝打蝶 是我家最爱吃的配菜了 有没有发现 韭菜配海蟹很绝 我家这两位啊 无面不欢 把最后一部分的花甲 丢进去翻炒 都开口了 把煮到半熟的面丢进去 炒均匀了 撒点芝麻会更香 哇塞 这个面也太可了 炒好面 真的和烤的也就OK了 我在速度调个万能海蟹小料汁 两个菜的灵魂 也就都有了 看我这效率也太高了 哎呀 不愧是花甲和虾的完美组合 鲜香爽滑Q弹 爵爵子 烤的那就更不用说了 人见人爱 没想到花甲炒面也能这么好吃 今天儿子买的海鲜还真是不错 待会吃饭 我得问问他哪儿买的 吃饭了 哈喽 哇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 这网红贝壳虾好不好吃 哦 对老妈 你这手艺一级棒 嗯 真香 哎你上哪儿这么点钱 能买这么多海鲜 哎呀你那点才哪够 我过来在花瓣底下捡了一张鲜 就拿那个去买了 啊 嗯 我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到底还给我擦了多少 没了 真没了 啊 就差两公分 就差两公分 我这都投玩了 啊 什么比赛 什么两公分啊 哎你赶紧做点证去吧 好像这小子长个 哦原来是馋肉了 我要是在整个我两公分 挺吞我的蓝鲜 哎呦 重剩成绩 真的啊 那还不简单 那最近我就多给他补点肉 说不准 还真的成为未来篮球巨星呢 上次卤的不辣板压货 这小子吃的可欢 今天改两个配方 来个无油无水 又媲美粥黑黑的味道 香料啊一次性全丢到 焯水的压火锅里 没放一滴水 所以全成小火啊 闷个40分钟 一锅香味就飘出来了 没有藕片的压火是没有灵魂的 还有小卤蛋 丢进去再闷5分钟 哎 到时间了 哇 塞不哇塞 这一锅鲜香 闻着就鲜美的流口水 这色泽 这味道 我这厨艺 简直是绝绝子 压火可作为灵嘴 那我还有一锅猪祸 最后可以给它作为正餐补了吧 猪蹄色泽差不多了 再把香料丢进去炒香 再放点调料 提个鲜 加水没过猪蹄 开始焖煮吧 40分钟后啊 再把一些其他的猪蛇猪肝啊 摁进去 再添点水 继续焖煮1.2小时 再次开盖可就 嗯 飘香十里 四则红润 软糯筋道而不烂 这一锅里啊 还有全家都爱的腔骨 看着就下饭 猪蛇和猪肝的火候也刚刚好 我这就赶紧切一些摆盘 准备晚饭 这一顿肉 这冬天吃起来够补了吧 吃饭啦 我们的篮球巨星 这一下肉够了吧 哇 猪皮 怎么这么吃 我早上不够了 以后我这就比较配 这是 不够 够丰富 好多 今天给我留着啊 让我这边躲回来 还要吃呢 今天就差一个口袋 上 哎 和实现恶交自由 哎 你妈呢 哎呦 每年都踩着点来啊 我不仅踩着点来 我还早用手来 最不赶紧把你妈做的年货拿出来 早就知道你要来 早就送完了 哎呀 其实我没有帮我来 给 这带了什么护兰环衣啊 这不是好东西 我们家吃驴肉剩的驴皮 药物是真的可惜 我才不会给你呢 你也没有愿意要 赶紧拿出来呢 不要 那两天我快给你拿了 哎 你怎么说 我听到了 这确实是好东西 怎么说 难道他不知道驴皮 可以做鹅椒吗 哈哈哈 足足有20斤呢 我试试啊 能做出多少鹅椒 这得多放点葱姜料卷焯水 半个小时 驴皮卷起来了 捞出来放凉 刮掉里面的这个油脂 自己吃啊 得刮干净点 然后啊 卷成卷 比较好切成条条 不过切这种筋道的东西 有点非手 全部切完还得用面粉 搓10分钟 进一步的清理掉 驴皮上的杂质 再用清水清洗几遍 只都洗得特干净了为止 那下一步 就是关键的熬煮了 水亮得是驴皮的两倍 因为得从天黑熬到天亮 起码15个小时吧 中处还加了两次水 终于熬成浓稠的土黄色了 驴皮也已经非常软烂了 趁它放凉的时间 准备配料 去皮的核桃和皮芝麻 烤箱烘一下 大小 然后又几个大颗桃 把枣肉剪下来 自己做嘛 想吃多少放多少 上次做新疆大切糕 设为一些果干和结果 再试试多做两种口味 放凉之后表面这层 起胶了 那现在的流程啊 就是苦绿驴皮 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 这留下来的可都是精华 关键是皮里的胶 得用力挤出来 这一大锅 也挺费人的 那我熬都熬了 也不能浪费不是啊 哇 必须得刮干净了 我可舍不得这精华 再下一个步骤是二次熬 我们卖了花雕 蒸用三瓶 黄金冰糖 倒一桶 再熬个三四十分钟 这酱油色就出来了 而且刮铲更浓稠了 一部分倒烤盘里定行 自然静置几个小时 也就凝固了 现在是比较软的状态 很轻松就能整张截下来了 这质感好像一张厚皮革 咱就说我这自制的驴皮胶 也不错吧 给它分割成小块 储存起来 虽然制作过程比较费力 但看到这QQ团团的成品 也就值了 那还剩一部分驴胶呢 继续熬几分钟就更浓稠了 边上都拉丝了 就赶紧的把配料倒进去 迅速的搅拌均匀 哇 看着盘丝洞 这个驴部啊超级快 赶紧的倒盒子里 干上了油纸啊 压紧实 有点像杀气嘛 看着不错哦 现在切开看看 呃 这自己做的嘛 想要坚果多 就坚果多 想要驴胶多 就驴胶多点 而且每一刀下去 花纹都不一样 盛世好看 既然做了这么多 也正好过年了 那就全切了分装起来 送送人吧 牛吧买的我就留着自己吃啦 咱这自制的也还不赖吧 哇哦 满城镜市驴皮甲 有那么一种驴胶自由的感觉呢 诶 来了 你看 我就知道你妈会自我胶胶 我早就知道你妈来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给 来来 慢走 慢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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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肉火烧 还是驴皮馅呢